我刚才也有提过一些科技股陆续公布的业绩 我们也有网友留言想问一下直sir怎样看 阿森就说9888前景怎样看 即是百度公布了一个贵 它就是200股175元有货的 应不应该减半 还是现水平去到购货去到减少成本呢? 其实购货反而不是这么建议 其实百度本身你见到过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以弹幅上来计算 它又不算特别很厉害的 但是也有得解释 其实百度的业绩有一个东西 它的广告收益的表现都是比较差的 但是这件事又未至于完全猜不到 因为你看回腾讯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说 在广告收益方面一定是差一点的 所以你说它的业绩就是 或者它的股价昨天都比较差的比较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就真的没有 你看回它 我去的那些大家比较看 叫做一些前景的业务 好像你说那些 那些什么 叫做一些汽车系统 Apollo Go 那些东西 没有一些时间再去发展 所以你说它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卖点 现在呢 我觉得没什么 所以你说为何这个价格 可能真是一般的 就想去翻译这个状况 所以你说现在再加注沟货 我又不建议 其实你说你说你收得到的 你说如果假设你说 你钱可以都 当是闲钱来的 你可以摆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先摆一下 但是你说要加注沟货 这些位置就不太建议了